近日香港社会爆发第五波疫情。社会陷于半停顿状态。因此,政府也公布新一轮的政策。当中有各种措施和项目提出,并且很多都会影响民生和各行各业。 其中,财政司司长就提出一个名为暂门追讨欠租措施的一个提议。而这个提议的主要目的就是希望政府可以尽快立法。 该法律是定立为禁止业主对由于疫情而受到影响的行业而欠租的租户采取终止租约与相关法律行动。为期将会是三个月,涵盖的行业非常广泛。 尤其包括所有商场。估计全港绝大部分的零售商店都受到影响。他亦指出这不会是一个长时间的措施。 而是希望可以推出这个措施。为面对困难的租户可以争取一定的时间。以解决问题。 这个措施亦有各种配套设施。例如如果该物业租铺是以掌者的个人名义持有。政府将会提供最多三个月的租金电资安排。 上限金额为10万元。这个政策建议推出后,引起不少反对声音。而这些反对声音都是来自不同的业主。 因为如果相关法例真的立法定案的话。有很多还在进行供款的店铺。业主将会面对由于没有租金的收入而导致供楼有困难。 同时。银行方面也会持续向业主追讨借款。这使业主们表示将会加大他们与租客之间的矛盾。并且只会造成对于租客有利好影响。而对业主没有一点优惠的方案。因此。就有建议希望在推出这个措施的时候。 也可以进行一些配合业主的方案。使业主和租客之间可以进行一个相赢的局面。并不会对任何一方造成一个巨大的压力。 例如租客如果需要暂缓交租的时期。就需要以个人所拥有的资产作抵押担保。而且也需要向业主保证在一定时间以后。就把先前所欠的租金全数缴付还清。 政府也应该向业主承诺作为一个租金担保。即使租客在一定时间以后未能如期或根本不可能还清该欠租。 政府也需要将担保租金当中的八成,或六成,支付级受到欠租影响的业主。使得业主的损失可以减到最低。 又或者是,如果不接受暂缓交租的提出,亦可以转位获得租金减免。 这个方案亦可以与业主方面商讨。 看看双方对于租金的优惠和减免可以进行到哪一个地步。 以方便租户可以有能力支付租金级业主。 不者建议,这个措施在未来推出。 政府方面亦需要确立其他配套政策,使其不会指对单方面。 即使有租户有好处,同时,亦应该顾及业主或是依赖收租维生的业主。 在现时经济面对困难的情况下可以得到相关的支援。 以共度时间。